今天下午2020巨英论坛 暨环球英才峰会在北京举办 来自30多个国家的人才组织代表 及专家留学生代表等出席 与会代表认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与国之间的人才交流 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中国的人才政策 也在不断优化 以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端人才 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33.6万份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已超过95万人 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 创新和创业的理想积极地 专家表示利用国外人才 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在今天的全球化情况底下 你如果把它全世界优秀的人才 能够提到你 到你这儿来发展 那你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智慧 把你们的智慧的认识提供到 跟先进国家优秀人才 同样的水平 那你就受到的差距 中国的人才环境和人才政策 很有吸引力 我们希望更多的俄罗斯科学家 能够走进中国 也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科学家来到俄罗斯 我们能优势互补 据统计2018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达到了66.21万人 超过八成选择回国发展 与会人才组织代表也表示 今后他们也会继续加大 对留学生的创业支持 我们会组织大量的优秀的海外的留学英才 回到国内来到各地方 携带他们的创新项目 创业项目到地方上 跟地方上的企业进行一个交流合作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